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无法解释录音 也无法控制王彦平和女服务员 因为撒谎在美国会构成伪证罪 郭文贵先生做梦也没想到 一个弱小的被他比喻为丑得像猪一样的女孩 勇敢地站了起来 控告他 成为他爆料闹剧的终结者 马蕊的出现会使郭文贵和他的追随者的丑行暴露在阳光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跟你很有关系 就是最近这个马蕊事件 还闹到美联社去 找了一个国际上的著名的通信社 来报道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国际上这个通信社去找中国政府核对 中国政府居然还有匿名人士出来印证这样一个事情 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就是说 做成了一个所谓的深度报道 它细节更新 然后中国有一些媒体就开始转载这些东西 发生了两年多的这个事情 把它现在就弄出来 弄出来之后呢 您出场了 我又出场了 有一段 您跟马蕊对话的一个音频 这是咋回事 您这个 您有所闻 我没法不有所闻 因为好像每一个桥段 每一集每一个场景都要 我不是主角 就是其中的一个大配 然后已经各种角色都已经差不多扮演完了 关于我的同事 马蕊啊 就是这个事情呢 首先我跟您讲的 所谓的什么长的45分钟短的什么多长时间那个音频 再一次讲 不是真的 完全完全是我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种 甚至我觉得马蕊的声音都不是 我听了一下我的声音完全就是之前他们的演员的声音嘛 那个我感觉是啊 因为我也是外行嘛 我听一下觉得好像是 然后马蕊的声音我都觉得不是他的声音 还有最近的 大家看到的 美国最重要的通讯社 美丽社 他在报道郭文贵事情的时候 完全无视于 郭文贵先生 最近几个月以来 对中共官员的指控 他没有去查证 他没有去查证 郭文贵先生的指控 有哪一些是错的 有哪一些是正确的 但是中国的 全力机构 给他一个 郭文贵先生 谁嫌强奸 他就变成了他 伟大的独家报道 刚刚开始 郭文贵先生多次在视频中 称自己珍重女性 感恩女性 在我人生当中 我最尊敬的是女性 因为不论男的和女的 都是来自于女性的身体 还有一个 郭文贵想当个好男人 其中一条 我认为 对我家的女性的回报 对我的员工的回报 就是寻找回我们的正义 不管任何事情发生 只要文贵活着 一定要找回到属于你们的公平和正义 我以前的老板 盘古最大的老板 郭文贵 如果一个强奸了那么多女性的人 都可以在镜头面前 宣称自己尊重女性 我不知道这个社会还有没有底线 我已经被伤害了 但是不想有更多的人被他伤害 不过大多数被侵犯的姐妹 除了少数几个辞职以外 应该都和我一样忍着了 因为我们怕报复 他那么有钱 而且和非常多有身份的人都有联系 其实他之前都跟我们说过 如果我们敢背叛他 把这些事情捅出来的话 他会让我们的家人死得很难看 他真的太有权有势了 我们惹不起他 但事实如何呢 我们看到的事实 是郭文贵先生一直在污辱和强奸富裕 你有证据吗 有证据可以起诉的 没有啊 那你去医院看过你有处方啊 你有药瓶啊 你有药棉啊 嗯 对吧 你不是跟我说 你一个月吃了两次病 一个星期吃了两次病药 对吧 一个星期两次病药 那你在哪个药房开的 你有药瓶 药棉或者医生的名字吗 没有 那你没有你怎么去证明呢 这就是没有办法了 不是 你如果要起诉 我说这一点是可以帮你自己搬回来的 嗯 如果你要起诉 你要去告的话 你有这些证据 嗯 你包括 你跟我讲 你说在船上 他把你抢一件了 对吧 嗯 床那样都是血 对吧 嗯 当时哪个床姐看见了 我记不清了 就那两个床姐吧 这里我们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 为什么郭文贵会去强奸马蕊和其他的女性 为什么郭文贵要在爆料中去侮辱黄燕 范彬彬 许晴 董卿 梅婷 李思思 等女性 郭文贵先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今天呢我们来分析这个话题 我认为郭文贵先生的行为啊 反映了以下心理特征 第一个呢是自卑 郭文贵表面上很强势 其实他的内心呢是一个非常不自信 甚至自卑的人 因为自己出生草根 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在官员面前低三下事 内心自卑 他需要通过侮辱 劣带和强奸女性去发泄 显示自己的强大 在郭文贵威风强势的外表下 他极力想掩饰自己的虚弱和混乱不堪 第二点呢就是压力 郭文贵先生呢在官商勾结中 其实他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面对着挫折和不满 他需要用愤怒的情绪和攻击行为去泄压 而女人是他最好的发泄对线 因为公司的员工害怕失去职业 而女明星呢有太多的隐私 一般不愿意出来控告 事实上呢 强奸的本质啊 是一种心理功能失常的状态 同时也是一种感情脆弱和心理不安全的人 他无法处理日常生活中 紧张压力和要求时进行了一种自暴自弃 不顾死活的暴力行为 第三点呢 心理阴影 大家知道郭文贵先生呢 是靠旅人起家的 1992年25岁的郭文贵 与10年60多岁的与港商夏萍相似 这也是他日常常常提起的四位好大姐之一 型的商量 而名为 以快乐家的事是 夏萍 C is the C is the C is the C other person You can call He Lingle He Lingle IN 1991 He municipal He now me Now he intercepted me He at the 夏萍 He He immediately asked me First time it's 50 million dollar Then he even gave me totally 30 million dollar 30 million 三萬 在夏平的资助下 两人合作在郑州成立了郁达公司 从此郭文贵先生进入房地产领域 先后开发了郁达花园 郁达别墅和郁达国贸大厦等地产 郭文贵先生也摇身一变 成了很多人眼里阔挫的大老板 值得注意的是 郁达国贸竣工以后 夏平将其所持的郁达置业的股份 全部转让给了郭文贵 对于当时年轻帅气的郭文贵 这段神秘的发家时 几乎所有与他有接触的人 都认为很神奇和诡异 女人的帮助 对郭文贵产生了什么样的心理阴影呢 第四点就是控制欲和不安全感 控制欲源于人类的原始本能 通常内心有不安全感的人 他的控制欲望会强烈一些 控制欲望实际上是源于内心的恐惧 是一种弱者心理和一种示弱的行为 是控制者为了安抚自己的焦虑不安 而实施的一种行为 为什么郭文贵重用女性为其服务 因为女性的软弱 善良容易被控制 郭文贵属于那一种权力型的强奸者 他的目标是征服 强奸使他得到个人的安全感 保持男人的感觉 同时呢 他又是一个劣带性的强奸者 性满足与暴力融合在一起 用造成对方痛苦的方式 去寻找自我的兴奋与刺激 第五点呢 就是错误的观念 郭文贵先生呢 可能崇尚一种观念 或者说一种控制女性的办法 那就是张爱玲女士啊 在社界中写到的 到女人心里的路 要通过阴道 也就是说要占有女性的肉体 从而占有她们的精神 控制她们的行为 所以郭文贵先生认为 只有与她发生性关系的女性 才值得性的 第六点就是性幻想 为什么郭文贵要编造出 女明星性爱的丑闻 因为她有性幻想的心 得不到女明星 但通过丑话和谎言 可以使自己与她们连在一起 暗恋范彬彬 许昕 董卿 梅婷 李诗诗等漂亮的女明星 但是人家看不上 于是采取编制 性丑闻 使自己与宇明星捆绑在一起 这种心理 与骂名人 自己也变成名人 比较相似 其次就是酗酒 酒能难性 酗酒 可以让自己成立在妄想中 郭文贵 因为侮辱和强奸女性 与酒精有很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马蕊 让郭文贵惶惶不可终日 因为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 用黑社会的手带玩不转 因为美国是一个尊重女性的社会 侮辱强奸妇女 是一种令人不齿的行为 更是一种住罪 马蕊让郭文贵的丑行曝光于天下 其实郭文贵不懂得女人 女人只能尊重 不能玩弄和侮辱 因为女人生育了男人 教育了男人 将爱传承给了男人 也许有人说 我不在乎郭文贵是否侮辱强奸女性 只要她的行为反共 我就支持她 但问题是你不在乎郭文贵的人品行为 爆料的真伪 你怎么会去在意正义 当然你也不会去在意 所有的民族法治和人权 韦斯先生就说 我一再强调做人比政治立场重要 更比口号重要 人格缺陷无论在哪个阵营都会出卖良知 而人格最缺陷者会当面说一套背后做相反的事情 雪莉女士说 我一向认为 人品远重要于政治观点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我们可以谅解政治观点的不同 但无法容忍人品的龌龊 反共不等于就占到了道德的制高地 也不等于政治正确 我们反共是因为中共所谓有备公理正义 我们反对一切针对自由美好人性的威胁 反共并非终极目的 更何况郭文贵并不反共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分析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